他呢要在我们表格第一列的下方变成双线 所以呢第一步呢要把第一列先选起来 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八直接点下去哦 这样不行 这样选到了那个一整列哦 你知道这一整列有几篮吗 好几百篮哦 他不是要我们做这一列 他不是要我们做第八列全部哦 他只要我们这几格就好了 因为这边才是表格的范围 所以请各位把这几个选起来 请问选好了吗 选好了以后滑鼠 滑鼠们一样 看你要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的哪一格都没关系哦 滑鼠放在里面的哪一格都没关系 右键点一下 请你选储存格格式 记得滑鼠要放在那个选到的范围内哦 滑鼠要放在那个选到的范围内哦 在右键点一下选储存格的格式 好选到了吗 功能表有没有打开了哦 有哦 来 功能表如果打开了以后 你要稍等他一下哦 他如果没有打开就要等他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的标签 我们针对于外框的这个标签 让你把它点下去 点到外框这个标签了吗 好来 接下来请你看 他要双线 双线绿色 所以请各位先选到双线的样式好吗 先把双线的样式先点一下 再到底下的色彩点下去 选绿色 好 这时候呢 你注意看 他上面啊都变绿色了 对不对 而且我们也选到双线的 对不对 哦 先选样式 再选颜色 OK了以后到隔壁 各位 你看看我的滑鼠现在停在哪个按钮 你看一下我的滑鼠现在停在哪个按钮 停在这一条线对过来的这个小按钮 看到没有 你把它点一下 他是不是就双线了 就是这个按钮很重要 哦 OK了哈 我们按确定 好 各位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双线了 有哈 OK了 挡鼻子现在点一下 看到有没有双线 如果你这个会做了 那第四题请你做做看 哎不对 第四题又不一样 不好意思 那就第三题而已 第三题而已 好 有没有 现在呢 各位我们表格的第一列的下面 已经变成绿色的双线了 想一下我刚刚怎么做的 两两之间互相帮忙讨论一下 你千万不要帮他做哦 你要用口头上了 跟他讲一下 做还是也由他来做哦 你不要帮他做 帮他做他也是不会哦 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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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呢 各位呢 你第一 当下的第一次 哦 各位你再看一次哦 各位再看一次哦 如果各位呢 你当下呢 点点这个按钮 点一下的时候 如果万一是像是空掉了 没有了 不见了 没关系哦 你再按一次哦 一定要点到他直到出来为止哦 哦 了解哦 OK 再按确定 有没有 就跑出来了哦 我是再重做一次 给各位看哦 我复原一下 好 所以呢 我们啊 这样子呢 完成以后 我们接下来 再来看第四小题 现在呢 我们的表格的第一列呢 已经有双线 好 已经完成了第三小题了 第四小题他说 好 继续哦 他说呢 一样是这一列哦 就是表格的第一列 他要你填上颜色 什么颜色呢 轻色的辐射 较浅百分之八十 好 各位 我们看一下哦 第一个 请你一样先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好 要把这范围选起来 这一次呢 一样是请你进到的功能表 右键点一下储存格格式 一样把它打开来 好 范围先选到哦 然后滑鼠在那个范围内 右键点一下 选储存格格式 这一次啊 请各位呢 不是到外框哦 到他的下一个标签叫填满 来 各位进到填满好吗 进到填满这里面来 进来以后 青色是哪一个呢 你滑鼠放上去哦 好 他有没有出现说明啊 看一下哦 哦 只是说我的没有跑出来 他应该会有个青色 辐色 不然到这边来好了 等一下哦 等一下哦 这边也可以啦 来各位 这样好了 因为我那个功能表哦 里面没有出现说明 来我们再做一次哦 你把它取消 如果你跟我一样 你颜色 你颜色放上去 他没有跟你讲什么颜色 好 你先按取消 好 来 我们到这边来 各位你看一下 我再讲一次哦 刚刚呢 我们进到了这个填满这里来 哦 那因为呢 我我放上去哦 他照理讲 应该要告诉我 是什么颜色 才对哦 那既然没有的话 没有的话呢 我就先按取消 我到哪里做呢 这里 在自行这边哦 也有一个油漆桶 有没有看到 旁边的箭头点下去哦 你呢 滑鼠放上去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讲这个了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各位看到了吗 轻色 辐射骨 较浅 百分之八十 各位看到我滑鼠停在哪个按钮了吗 停在哪个颜色上了哦 就这一个 后面有看到吗 哦 这个哦 你放上去 隔隔一两秒钟 他会出现个小小的方框 跟你讲这是什么颜色 好 啊我们是这一个 我们就是这一个哦 看得到吗 后面都看不到哦 稍等我一下我把放大镜找出来 好我们去找 我去找放大镜出来给你哦 哎 应该是这个啊 放大镜放大镜 看一下 轻松存取的放大镜 哦 来 滑鼠 这样就蛮大的 来 这边 这一个 这一个 哦 这一个 看到了哦 我的滑鼠尖尖的地方 顶到的那 顶到的地方就是青色辐射 五较显百分之八十哦 你来点一下 这样就好了 哦 OK啊 旁边等旁边先来点一下哦 他的颜色就上当去了 有没有看到 哦 OK啊 这样的话呢 这就是告诉各位 以后在Excel里面啊 以后呢 各位在Excel里面 如果你针对哪一列 或哪一蓝 你要给他上一个背景的颜色 记得先把范围选起来 然后再到我们的油漆桶里面去选颜色就可以了 所以呢 各位你看一下 第五小题 他要各位把表格的第一蓝 也就是部门的那一蓝 填上黄色 来请各位做做看 那他特地跟你讲哦 那个部门的标题哦 不包含在内哦 那个部门的那一格的标题 不包含在内 也就是说各位呢 请你只选到这个范围就好了 看到了吗 只选从行政部开始选 选到最底下的能力支援部 请各位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去上黄色的背景色 请开始 你刚刚第一列啊 你刚刚那个第一列是怎么选颜色的 现在是同样的动作 只是选到的front也不同而已哦 来请先做做看